这个考核是久别重逢 男女主角因为家庭门第观念 他们分开了 误会很深 都以为是对方先松开了自己的手 所以他们表面上剑拔弩张 但实际上是深爱着对方 演员王玉文 张楠跟赵天一演 给他们出这个考题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要的锦贤 就是一个之前受过情伤 但对旧爱还十分眷恋的人物 所以我给张楠王玉文的要求呢 是跟旧爱久别重逢 剑拔弩张又带着爱的情绪表达出来 而对于赵天一的最高任务就是单纯老师 你跟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 话风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一个人聊二分钟吧 先跟王玉文聊 因为王玉文我老乡了 王玉文我老乡了 王玉文无寒滑水 赵天一 赵天一 李一波太得了 李一波太得了 我这个天哪 我过意了 王过意啊 你 笑的笑的笑 你们有钱都喜欢搞的歌 王玉文那边 从小时候到大 所有事情我们都在脑子里边过了一遍 各方面的练习和准备做得比较充分 然后后来时间就到了 江南来 什么性作 处女作 我还没跟处女作谈过恋爱 我巨蟹作 我倒是跟巨蟹作谈过恋爱 巨蟹女生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事 对 然后又特别狡献 总觉得你不爱我 然后总想在这儿找安全感 对 那你就把我想象成我以前女友 我就把你想象成我前男友 OK 你看我脸上长得还凑合 对 江南那边他就喜欢提醒的那种 真实感受的对碰 那我心里就很慌 因为没有底子 后来吴振宇老师过来指导我跟男男 就跟你分测一下 你要演出骂 但是有爱意就完成了 他你就看到 那个眼睛什么什么 鼻子爆牙 就是这样 你一直都就骂他什么东西 什么咱找我是干嘛的 就这样 吴振宇老师也就是站起来你就骂他 骂到死了 今天是什么倒霉的日子 走啊 他不出生你要干什么呀 啊 就对骂了嘛 看他讲什么呀 你就接什么啊 身体教你怎么样 你就顺着身体走啊 好 然后张静初老师过来指导王友文跟我 你们俩再做劲点 让他做劲点 对 好 嗯 嗯 然后你们静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深深地看进去 然后一文 你要告诉天宇 你喜欢他无关你的哪些地方 什么感受 我喜欢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还有你的脸型 我也喜欢他的家乡 因为也是我的家乡 好 电影轮到你了 我喜欢你的性格 我喜欢你的性格 虽然说像个男孩儿 我不想看了 但是很可爱 有点害羞 有点害羞 没关系 害羞就害羞 害羞晚了接着看 你为什么对视的时候总是想哭呢 会 对视一定会想流泪的 为什么 你有认认真真看过你妈妈的眼睛吗 有静静的你能跟她凝视吗 不行 我跟我妈对视五秒钟以上 我眼泪马上马上就不行了 对 因为眼睛是真正最能传递情感的东西 可是我们平常都很恐惧眼神的直接交流 我们总是在回避 总是在躲闪 可是我们演员要做的就是打动人跟人之间的心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练习 能够迅速地让两个很陌生的个体 迅速地建立一种连接 老师他们的话术是截然不同 就把这辈子想骂他说话就骂出来嘛 轻轻地触摸他一下 干什么呀 拥抱一下别分开 那是什么东西呀 摸一摸他的头 对骂了吗 拥抱一下 我整个人裂开了 真的裂开了你知道吧 啊 我要要求你是就是那个人 有没有一件外套 这个就就没有造型啊 耳环 大的圆圈的我都知道 有没有 帮他造型 这个带大耳环的人就是那么洒脱的一个感觉 来 你试试这个 穿着 好 不穿这个衣服 不戴耳环 整个性格都不好看了 就没有变身了 就没有那个下午 定一下谁先谁后 还是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谁先 你那些我先 你先啊 好 演员王玉文 赵天宇 开始 可以 A03 A03 王玉文 怎么在这呢 我路过怎么办 你不也在这吗 等车啊 你好像是 胖了啊 对我胖我胖 你比较瘦 对对对 你最瘦 你进去呗 这就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就进去呗 不是 老王他们今儿非说要来 你记得吧老王 当年老开咱们玩笑那也记得吗 你站我旁边干嘛呢 你进去啊 你不找朋友老王你进去啊 你在这站着干嘛呀 你在这站着干嘛呀 你就说我胖有意思吗 我胖怎么了 不至于 你要把我微信 加回来先 我觉得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 有点好笑 为什么我要加回来啊 你能不能就是该干嘛干嘛去 能不能不要站在这儿 啊 我要玩一个人还是抓住了这个 嗯 那可以了 啊 那我全身都要来 你要去死掉了 走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